两万斤的草鱼王刚出房就被大象钓上了 而面对五万斤的草鱼老祖 钓鱼老直接开来了十吨的大卡车外加超级机器人 看来今天的比赛是我立家赢了 你们全是手下败将 立总 你女儿真的刚满十八岁吗 而且没有锻炼过任何肌肉吗 哼 我女儿长这么漂亮 你看她哪里像是有肌肉 你不要输了就算行吗 七 让你们先赢一局又如何 你女儿总有一天会喂鱼的 立总 冤赌服输 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 不光长得漂亮 钓鱼也这么厉害 立总 我王家大少一表人才 要不要跟我家定个亲 我看你女儿跟我儿子很合适 合适什么 你可真是会赖蛤蟆想吃天的肉 凭你家儿子也配 哈 你说了可不算 这要问问你家女儿的意见 暖暖听说过你家儿子 他一天到晚喜欢在外面鬼混 是个大渣男 我才不喜欢 不喜欢拉倒 反正我儿子也不缺女人 那我家鱼之鹤呢 暖暖你喜欢吗 这 于大爷 这些都是暖暖的隐私问题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 就算是小鹤 也别想抢走暖暖 爸爸 鱼宝宝其实也蛮好的 你不要对他有那么多偏见 傻闺女 你怎么帮着那个臭小子说话 难不成你喜欢上他了 他们都是暖暖的玩伴呀 爸爸你怎么可以乱说 好了好了 爸爸不问了 今天辛苦你了 你是立家的大功臣 不辛苦 等钓完鱼 暖暖要给爸爸和哥哥们们做鱼汤 听到这话 哥哥们瞬间感觉就不好了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只是第一场 明天还有呢 你们最好还能这么嚣张 无论你们用什么手段 我立家都不会输 那么 我们下个雕点间了哦 而等大家来到新的地点时 王总居然开来了一辆大卡车 南南小姐 今天我可是开来了卡车 难不成你的力气逼卡车还大 你开飞机来都没用 总要尝试一下的 钓鱼老不能害怕困难 暖暖小姐 那如果我穿上机舰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你们加油吧 希望你们能赢我 老力 你女儿还真是嚣张啊 别人都用上机甲卡车了 她居然还想着自己上场 只有弱者才凭借外物 而这份手下 居然居住者五万斤的草鱼老祖 就是这些钓鱼老 调走了祖长 是的 老祖 这些钓鱼老可嚣张了 哼 我堂堂五万斤 这些钓鱼老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这就为组长报仇 于是草鱼老祖 一下子吃下了三个钩 上鱼了 快发动卡车 启动机甲 机甲喷射装置 我就不信鱼还能赢过我的机甲 为了今天的钓鱼比赛 我可是特地去找钓鱼 忠实学习了钓鱼技法 鱼龙钓法第一是 旋转牛皮糖 倒还有点本事 难怪能把足长钓上去 但对老祖我还差了不少 离谱这条鱼有多大 居然连卡车都拉不动 继续加油们 机甲喷射加强 今天一定要把这条鱼盘上了来 今天绝对不能再输给老力的女儿了 不然太丢脸了 鱼龙钓法第二是 斗角鱼头 钓鱼拉好强 这鱼竿打得我好疼 看来我得要拿出点实力才行 老爷不好了 卡车扛不住了 油门已经踩到最大了 要翻车了 什么 这条鱼也太离谱了吧 完了 就连机甲都出故障了 这鱼实在是太大了 这拉力是昨天的几十倍 就连我也要扛不住了 还在挣扎 下来吧你们 草鱼老祖一发烈 把车就被拖进了水 李总的机甲也直接爆发 而于天即将掉入大鱼的嘴中 天哪 这条大鱼起码有五万斤 难怪会这么强 少摔了 早知道准备强一点的装备了 完了 这次真的要玩了 但是于天还是被利斯杭勾了回来 你也太惨了吧 一条鱼都掉不上来 有本事你来试试 站着说话不腰疼 区区五万斤 用不着我出售 交给我女儿就行了 行 那我就看看你女儿是怎么喂鱼的 忙活半天一个人也没吃到 还剩一个女生 看起来很好吃 我一定要吃了它 于是老鱼族咬上了暖暖的鱼钩 好厉害的鱼 上来就用这么大的力气 不愧是五万斤 你还真敢掉五万斤啊 真是不去死活 我们的机甲和卡车都不是对手 你怎么可能行 就算困难也要尝试 鱼龙掉法第一式 旋转牛皮糖 这个这鱼老怎么给我一种 深不可测的感觉 对方好像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不可能 肯定是我的错觉 我可是五万斤的大鱼 老左 你还在等着吗 赶紧吃了这个钓鱼老 用得着你说 又开始发力了 暖暖必须扛住这波攻势 鱼龙掉法第四式 乾坤无极钓 不对 有古怪 这个钓鱼老的力量永远都不会减弱 它还没有用权力 在我面前居然还敢藏抓 真是欺人太甚 这条鱼怎么这么爱蹦达 非要暖暖再给你点厉害吗 这个钓鱼老究竟什么来头 老族我都用出全力了 它居然还能够抵抗 一副游刃有鱼的模样 差不多了 演得够久了 小鱼鱼 上来吧你 鱼龙掉法第三式 窜天献祭掉 好恐怖的爆发力 感觉像是龙的力气 我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完了 万斤草鱼老祖 拿捏 不是吧 又让它给吊上来了 暖暖小姐真的是人类吗 太恐怖 这根本就不是人能拥有的力量 我怀疑它是隐藏的大佬 在班族此后 还是不要想着 让鱼之鹤娶了暖暖了 不然吵架的时候 鱼之鹤怕是会被一拳打死 暖暖太厉害了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傻闺女 果然和我一样是无敌的 完全不需要担心 暖暖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跟大哥哥说 作为奖励 什么都可以买给你 看来我的按摩很有效果 二哥哥 待会儿再帮你按摩一下吧 都用不着我出手 妹妹就可以搞定他们所有人 四哥哥今天晚上 可以用这条鱼 给暖暖做顿全鱼眼 作为庆祝 今天晚上我们去KTV唱歌玩吧 而独自在家的历程盒 却非常迷茫 爸爸 哥哥 妹妹 你们去哪了 为什么全都不在家 小伙伴们 看到很多人说 都想知道暖暖这种动画 是怎么制作的 为此 暖暖让专业的老师 把制作教学课程 也发布出来咯 大家点击对应的播放列表 就可以看到 动画制作教学视频了 对制作动画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不要错过哦 感谢观看 小伙伴们